把镜头再带回到汐止 汐止加福中心都会定期发放爱心物资给弱势家庭 加福中心也在23号这一天 把募集而来的爱心物资发放给受福家庭 不但发放了救助金还有物资 还特别安排了健康检查 场面是相当的文心 这里就是汐止加福中心的新据点 就在中小东路上交通方便 而在23号下午除了门口已经有健检车 要为民众健康把关之外 也涌入许多领取物资以及救助金的受辅助家庭 固定每个月加福中心都会发放物资及辅助金 而在过年前因为收到的爱心物资也比较多 都在同一天来进行发放 有白米衣服牛奶等等 在今年因为过年的关系 所以那个好多的一个善心人士 然后一起来共襄盛举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白米保久录还有衣服 还有我们有善心人士发的红包 所以让我们的家庭可以快乐的过一个很好的一个年 然后另外呢 因为我们在我们进入家福中心是帮忙是18岁以下的孩子 然后希望大家如果说 你有发现有需要被帮忙的儿童 可以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过年前发送物资中心里头满满的人还有物资 值得一提的是 善心人士真的很多 像是郑小姐一家人 不但捐米捐物资 现场也发送红包 而且是一家大小 7个人都到家福中心来帮忙 有人发红包 有人帮忙 是把饼干泡面做整理 发送给受辅助家庭 真的很有心 他们说这道家福中心 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希望尽一点心力 让大家都能够过好年 我们知道说其实每一年过年快到了 那台湾人最主动就是过年嘛 那很多人可能很需要帮忙的人 在过年没有办法像我们正常人一样 可以也好好过一个年 所以呢我们只是尽大家尽一点 一些善心人士尽一点心力 然后呢包一些小红包啦 捐一些物资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家庭 跟一些弱势的团体 那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过年 也能够得到一点小小的一些物资 就是能够让他们有一点小小的温暖 现在汐止地区啊 总共有245户的家庭 然后有400多位儿童 所以也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多的一个 善心人士或是一些团体 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帮忙我们 这些需要帮忙的孩子 如果有需要帮助的孩子 18岁以下都可以到家福中心申请 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加入爱心行列 帮助需要帮助的孩子 而当天发送白米玩具衣服还有牛奶泡面等等 大家满满的爱心 就是希望让受福住家庭都能够平安过好年 解程惠玲戏指采访博导 讂 从 俩 好 不 french 随